以下是一則嚴正聲明 因為近期實在太多網絡片案 我有必要提醒大家 免費的東西往往是最貴的 沒錯,與其被騙到WhatsApp、WeChat、Telegram群組 不如用幾百元參加我和大哥溫鋼城 獨門翻身攻略研討會 我會和二哥分享獨門投資技巧 分享股份如何驗算 再加上我們會提供10個優質股份給大家 在未來第四季和下年 給大家作為一個指路明燈 然後大家當然要做什麼?報名吧! 10月7日下午2時 我和溫氏兄弟約定大家 大家要趁早報名才能享受早料優惠價格 快點掃描畫面上的QR曲吧! 10月見! 大家早安!歡迎收看新頻道《中環財經年線》 今天星期一,新一個星期主持有我士師、胡整師 新一個星期主持有的嘉賓頻道,Steven 早安,師仙 早安,Steven Hello,大家好 很久沒見你了 過幾月 屈指一算 過半月左右 你都去買英國回來 上次過來的時候就說準備去 現在去完玩完 恆生指數還在哪 恆生指數仍然是1800點 沒錯 今天還要低開10點 現在下跌百多點 17946點 好像大家都習慣了在179至18000點這個水平上徘徊下 我經常都跟別人說 不變不要緊 不要向下變就行了 都好過沒有 好過沒有 大家有期望要調低一點 沒錯 起碼不是給一個驚喜的見萬六 暫時是 沒錯 好,有說說有甚麼焦點 美國聯署局上個星期就 鷹派暫停加息 導致國債的知識率攀升 亦都拖累著三大指數 其實都是沒有甚麼方向之下走低的 有分析員覺得 今年再加息的憂慮 都保持著困擾大家 今天我們除了說 繼續說港股之外 都會研究多些 外圍的風險 升了那麼多了 轉頭又問問 Steven到底 大家現在應該做甚麼部署 或者整個走勢 技術圖形上有甚麼想法 另外 新聞方面 習近平在 杭州亞運開幕致詞 說到要以體育促進和平 抵制冷戰思維和陣營對抗 另外 中秋國慶假期出警遊的人數 是超過五一大約五倍 出警遊的訂單增加二十倍 看來大家出外旅行的慾望都挺厲害的 今天還有一宗消息 就是恆大方面的 就突然公佈 就是 沒有資格發新票據 境外債重組恐怕都是大受打擊的 今天說恆大要低開十幾個百分 現在都要是 下跌16% 三部四號六千五 好 另外就是內地 今天起會下調 全量手套防貸利率 比亞迪今天升得比較好的個股 考慮在墨西哥建廠 今天都升到差不多2% 另外就是 中生製藥 它有一個治療神經病理性 疼痛藥物 已經向美國提交了個試驗用新藥申請 以及獲得受理的 1177 今天的股價就要跌1% 暫時 匯控上個星期五又回購超過600萬股 涉資是3億多的 好了 回來我們 繼續跟Steven談談大股 港股這一邊 一直在跌差不多100點 我自己比較有興趣 過了個週末回來 跟你談談外圍 因為外圍好像也有很多發生 上個星期 我們也未聽你的想法和意見 意識其實 都一如大家預期 加多一次息 大家都預算了 然後 還有那些說話 鮑威爾 即是鷹派 大家都預算了 因為他都吸收了教訓 不會像之前那樣 立戀 就派鴿 但是 為什麼 反而 大家預期之內 出到的結果 其實好像 油真是 受沽壓 反而更重 今早 看了一些新聞 即是外國的新聞 其實 美股那邊 也有一些 大戶的資金流走情況 沒錯 其實這樣說 過往 我想大家都 一次又一次 去聽聯署族的意識 的結果 會後的聲明 你會發現會後的聲明 是更為重要的 第二 其實不容易 靠我們自己個人的演繹 來決定 接下來的策略 反而真是 尊重 市房 尤其是 我經常說 股市 匯市 等等 較為可靠 和較為反映 實質投資者取態 應該是匯市 所以我會看得比較近 債市 都是 好了 其實上個星期 不單止聯署族去意識 歐洲央行都意識 歐洲央行加了息 不過大家會覺得 他已經是迫近 加息周期的尾部 反而加完息都幫不了euro 好了 聯署族其實 也有很多人去強調 聯署族都會去加息的尾部 一個加息的反而差不了euro 不加息的聯署族 反而美金上了105.5流上 首先這一點就告訴大家 你不要完全覺得 加息不加息 就已經得出一個 炒作 或者接下來操作的答案 第二就是說 你看匯市 似乎 當美金飆高 當近來我們不斷去講 美債的知識飆高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 是完全反映了市場 不一定是相信 他們還有得加息 因為 我常強調 5.25至5.5厘的 息率 其實已經屬於偏高的水平 亦都已經 壓了通脹下降的趨勢 要防止油價 所以這個情況就在於 我覺得 現在暫時看法 市場似乎覺得 就算聯署族不再加息 亦都不會短期暫息 你說這件事不是一早都知道嗎 過往 市場經常都在發夢 經常都在憧憬 說明年哪個邊的時候呢 聯儲局會展開 減息 極多人在猜是下年第一季 但這次我覺得 鮑威爾有所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 他已經關了 減息大門 和你說 我現階段 無意釋出 任何和減息相關的訊號 所以 我才覺得 為何 這次市場真是相信 債息已經去到 我不管你在看 我通常看的十年 或者短期的 三個月兩年 全部去到海嘯後的高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是預視著一個很大的風險 海嘯後的高位 但現在的股價完全沒有反映 沒錯 當然啦 究竟哪樣是錯 還是兩樣都錯 還是兩樣都對呢 我只可以說 剛剛這個 美股的季度業績期 我經常都會看著 尤其是蠟子七雄 在業績後的 正面 或是反面的反映 如果大家有一路炒開美股 更加會明白 就是說 過去的 季跡 包括你們 耳熟能長的 古王 NVIDIA 對上一次 出了一個很好的 意思是不是今次 再上一次季跡 出了一個很好的業績 去正確 高PE 等等 然後 整個股值低 然後再炒 今次 老實 NVIDIA沒有再炒 其他所謂七雄 我常看的 FAANG Microsoft Tesla NVIDIA 加上其實都八隻 全部 幾乎 在季跡之後 沒有再創高位 就算創都很快已經下來了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 你剛才所說 股市完全沒有反映一個 海嘯後 點點點 好像很危機 其實 或者現在 當市終於相信 不可能那麼快去憧憬 減息的時候 我覺得 現水平的美股 三大指數 七雄 八雄 全部 其實大家自己 查一下自己的心水 過股 雙頂 自然有個M字 中間的厄位 就是項線 以上個星期五為計 納指那些 已經是穿項線 導致都是 某些股份 也都是 所以 如果配合了 基本因素 不容易 減息 美金抽高 債息抽高 好了 技術因素 三大指數 七雄八雄 全部落了項線 留下 我覺得這個 將會展開一個跌浪 是不是要去到 海嘯後的低位 不一定 但情況是在於 接下來 美股有可能 會明顯 轉向 其實之前 匯調 也是一個 非常健康的匯調 不是說 匯調很多 相信 大部分 一早有 玩開美股的股民 其實還在賺 不少 但 剛才 大家都提到 減息的憧憬 已經 低了很多 但大行 仍然 出來說 估計 加息周期 結束 明年 三月 就會開始 減息 明年三月 是 半年 時間 開始 減息 有沒有那麼快呢 既然大家 市場上 都已經 沒有那麼快 會減息 為甚麼大行 還可以 實實 提出 一個時間 可以預期 這樣說 當然 大行 有大行 的說法 好像剛才說 市場股 市場股 其實市場股 有即是大行 當然不是 所謂 散戶 估計 減息 沒甚麼特別的意思 不過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當大行繼續 點點點 股 這些事 其實這次 聯儲局的說法 仍然是 比較 是英 我們都去看 一些 現在最新的 利率期貨 等等 顯示 其實 最快 維持到 真是 大行 剛才說 3月 我現在看 市場 利率期貨 等等 現水平 5.25 至5.5 這個利率 會最少維持 多 5個 會期 11 12月 和1月 3月 5月 直到 下年6月 開始 Pricing 3成 5的可能性 是去到 減25個點字 我不管大行所說的 3月 還是我現在看到的期貨 看6月 現在暫時是這樣 還有一段時間 因為過去這段日子裡頭 當市場有這樣的聲音 但是那時美債的知識沒有增加到現在的高位 還有呢 我也想口頭上去引述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我Facebook 香港股評人壇 兩位Facebook Fanpage那裏 看圖 但我現在找口頭補充 其實我想說的就是 在剛剛這個周末 我自己都做了少少的research 想提醒大家 一個在債息曲線的 Yield Curve 上面有一個新的學問 以往過去幾年 市場都幾多說法 Yield Curve Inversion 整條G息曲線是倒掛 等等 但現在我想說的是 Re Steepening 即是說 重新變得鬥潮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聯署築放的訊號是告訴你 長期維持高息 所以呢 大家覺得 短債的知識上 長債的知識上 全部對 一起升 但是又快又慢 是一起升的 今次有個奇怪的就是在於 長年期升得更厲害 以前不是的 長年期升得更厲害 原因 大家相信長年期維持高息 第二 而它是 經濟更嚴重的 因為 銀行 保險 基金 Pension 全部持有的都是比較長的債 所以如果那方面是真是有個 高息 低價 等等 其實我擔心那個影響會 升短息維 再高一點 所以這件事呢 過去幾次去試過 不是百分之一百 但是我會告訴你 當那個債息到掛 大家經常說如是碎退 大家見不到碎退 那個調整最多都是健康 是呀 上次我覺得 無論你形容為健康 或者 提上去的時候呢 又會再一次鏈爆這些所謂金融機構 所以 所以無論道指裏面的銀行股要小心 無論納指裏面 剛才所說的 我看著那七隻八隻 其實都有這樣的圖表的時候呢 我覺得三大指數都各有要小心的地方 嗯 其實這一陣子的科技股都是一般的 外圍方面 都不是說很嚴重 以前升得很好的NVIDIA 剛才我們看的那個圖 其實都 真是回到一些阻力的位置 但特別想再探討多一點 剛才所說的 Yield Code Risk Deepening 是呀 到底 它跟那個Soft Landing的關係是怎樣呢 其實現在大家都說 軟著陸軟著陸 是不是真的做到先 就是 全世界都已經是 無論是官方的人 還是市場的氣氛 都覺得 美國一定是軟著陸 沒錯 硬著陸 這件事已經很久沒有說 首先想問一下 經濟宏觀去看的話 是不是真的 已經 完全是會是軟著陸呢 大家坐定陸 是呀 就覺得一定是軟著陸 因為 一直加息 一直調查 失業率 一直調查 其他的一些 亂翻陸 又這樣想 那個油價 是很誇張 所以剛才我都留了半條尾 就是說 現在通脹 已經被壓低 我們是要盯住油 原因是真的 我想聯儲族其實 現在都很頭痕 因為本身 我不覺得他考慮過減息 但是我覺得他考慮過放軟手腳 但是當那個 連續兩個月的CPI上升 當然油價影響不了 Core 但是油價真的有 都影響到 七十幾 八十幾 去到九十的時候 你不能夠隨便去放寬 整件事 否則前工進費 所以我感覺上 現在這個時候 美國的油庫寸 報出來 很低 他沒有辦法用這個方法去壓低油價 俄羅斯沙地 就一直夾油價 所以問題就在於 是的 所以這件事 令到他 我仍然不預計他 但是他更加沒有機會 因為油標 所以 最合適 撤合現實的答案 就是他真心要頂住 高息一段時間 所以剛才問 是不是會 Soft Landing 我們積極觀望 我覺得剛才所說 其實現在真心 你盯著浪犯費务 盯著GDP 盯著人工業等等 如果現在是沒有出事 或者叫做未出事的話 我不是要銷售一個 很大股災的概念給大家 我今天不是上來 叫大家買項 買很大的投資 只不過說給大家聽 如果 這些所謂 Yield Curve Re-Steepening 過往 曾經觸發過某些事情 如果這樣說 你記住 8月我不會在這裡說 美股點點點 7月我不會說 其實有很多東西 在心裏 為什麼在心裏不說 今天要說 因為圖表配合 真心的 有圖有真相 你過往跟我說 美國 任何人都是 當然有美國 或者美股的大好友 有美股的大膽油 我拿哪個策略 我一直都沒有怎樣 因為我覺得 你沒有 首先 要做淡 為什麼不做淡港股 港股那麼多來淡消息 為什麼要搞一個 一直有上升通道的美股 是不是 但是情況是在於 我聽了你們說的故事 我看到 Yield Curve 我看到這個 看到那個 但是我不會說 因為那個圖 都沒有可能 讓你一刻思考去做淡 因為 一直上升 但是今天 我只是想警告大家 就是說 因為那個圖黏了 所以我覺得 一直擺在心裏的事情 是可以拿出來說 但是 當然 看圖做人 如剛才所說 如果你看到 道指 一衝上去 落一落 再衝 低一點的頂部 一頂 低於一頂 形成M字 穿頸線 那就真是有記錄 而你事實上看 除了所謂的雙頂穿頸線 大家是不是經常都會聽我說 什麼軍線的多頭排列 就是屬於強勢股份 死亡交叉 就不再強勢 其實我經常都會看著 譬如 10天線 50天線 等等的情況 其實 今年以來 美股一路上升 甚至乎NVIDIA 其實今年只是 年頭百多 去到 曾經 500 樓上 跨著 都從未出現過的 死亡交叉 你自己檢查一下 今天已經有 是嗎 是呀 所以我會說 NVIDIA現在不可以一面倒看 或者你可能會覺得 你現在才說會不會遲 不要緊 其實當然不遲 仍然是四百多 是呀 百多升上來四百多 我不是叫你做蛋 不過我只是想 大家看一件事 就是說 年頭百多 升到500 從未出現過 均線的死亡交叉 10天穿50天 等等 這些情況 今天終於出了 你首先要看 看 要知道原來有件事 是這麼久以來 沒有出現過 而今天出現了 然後你再去看這幅圖 雙頂 剛才那些 就是 叫做 一頂 低於一頂 這隻高於 但不要忘記 你見到 很快落回來 那時的成交 背持 RSI 背持 等等 現在正在試的項線 大概 其實就是四百一 所以如果你有貨 現在 你還可以勉強 想 可不可能 在前低位 站到雙腳 但如果 後市 過多幾天 過多幾個星期 他真是 托確實實地 穿四百一 你就記住我 今天的這句說話 就是雙頂 正在試的項線 嗯 其實都可以 先吃 這樣一點 如果是之前買落 都在賺 尤其是當你從來沒有吃過的時候 我想你看 這個四百一 我不希望失手 四百一就是 上次的底部 好啊 另外 想問一問 就是剛才我們剛才 說到這個 Eucharist Deepening 是的 其實之前都出現過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之前出現的時候 大概 市況會是怎樣 可不可以 跟這次 做一個類比 其實 這樣說 如果真是明顯地 對上一次出現 當然 有2020年3月 大家知道 那時疫情的爆發 美股跌到熔斷 是不是 然後再上一次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2008年的時候 金融海嘯 那時候 我想說 這麼巧都是迎來一些 股市的重大的調整 或者急跌 但其實呢 剛才所說 我除了說 對於股市的效應之外 其實 是一個對於經濟的效應 很大程度 是會與市的經濟衰退 對於股市的經濟衰退 對於股市的經濟衰退 我不想去評論 只不過想告訴大家 每一次是這樣的事 首先 一個多正常發生的事 就是 盈利衰退 然後 當然衰退 就會影響 大家 市民的消費 欲望 投資欲望 然後 企業又怎樣 可以有 growth 沒有growth的時候 earnings 低了 股市是否要 價值調整 沒有 其實所有這些事 是一連串 順著做 環環相扣 是的 所以 我首先 想告訴大家 剛才那個 restipening 首先會發生 在經濟衰退上 接著才是 投資者的反映 接著才是 股市被拋售 這個可能是一個 consequence 不是同一時間 所以你千萬不要誤會我 我覺得今天跟你說 restipening 為甚麼今晚 道指是在升 假設 不是那麼快 即是跟股市 其實沒有直接的關係 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剛才這幾個step 你是解得通的 可能它是take time 所以我剛才都會說 我今天不是上來帶著紅給你 我不是帶著put給你 不過情況在於 一幅圖 開始配合的時候 你亦都可以看圖做人 但是接下來 在經濟上發生甚麼事呢 原來是有因的 到時的事就是果 好啊 這個因和果 但是我 還想問一個 隨便 辦辦 因就是高息環境 是的 果就是上次銀行爆爆 其中一個果 還有很多果 但是 我相信市場 其實都有部分的投資者 都還是有少少擔心 接下來會不會再爆 因為始終 我們上次見 各個政府都蓋得 有點吃力 不同的銀行都爆煲 SVB等等 是的 這次 其實大家的氣氛已經是比較緩和了很多 沒有之前這麼煩惱 大家 非常煩惱 非常煩惱 不僅是香港 外國 氣氛都已經立即 好 但是 銀行的危機 始終我們上次看 是真的因為加息環境 沒錯 那麼高息環境 令到 首先爆雷SVB 因為它始終是做一些 植谷的 初創企業 所以它是容易爆理解 但是上次都爆得了 為什麼不可以再爆呢 我們現在 就是 你剛才所說 美股方面 很多陰霾在這裏的情況下 是不是特別 應該小心一些 銀行股呢 首先我跟大家 簡單溫輸 一件事 上次為什麼爆 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 很簡單 債息一路高 遙遙板另一方 債價一路低 當銀行持住的是債 它要在半年 季績 年績等等 去 Mark to market 然後 剛才所說 息又高了 價又低了 然後自己手上那些 的資產 其實是債 越來越不值錢 變了 一來 他們就沒有了流動性 好像 人買股 坐艇 他們買債 坐艇 同一個道理 不過這個時候 虧就虧在 環球很高息 拿去銀行 做定期都吸引 那些人呢 就會在銀行 看到 我想拿10萬 這個就說 拿100萬 你不要忘記銀行 坐艇 他哪有 cash 去 給你 去提款 去做其他東西 於是就只是提 爆煲 流動性 不夠 這個是 所有 萬惡資源 就是債息 高期 那你問自己 那時3月債息高 還是現在債息高 講完 那時債息都可以引爆的時候 為什麼現在說是2007年後的高債息 為什麼不可以再爆 你說得非常對 為什麼不可以再爆 什麼問題解決了嗎 嚴重了 上一次 我不明白 大家都知道有眼看是嚴重的 為什麼沒有人來 或者沒有人出聲 沒有人看 這樣說 當然 其實八卦的人 零四幾人休天 可能大家不去找 只是看著指數 沒有的 NVIDIA 剛才你說就是400多 400多 厲害 是的 但問題在於 記不記得上次 當整件事爆煲 後來是怎樣 所謂叫做緩和 當然有些救不到的 歐洲 是不是 Credit Suits沒有了 但是 都叫做救了 那間公司 要是救了要是接管了 要是怎樣 但是將它轉化了 我想跟大家說 那時其中聯署 提出了一件事 叫 BTFP 什麼來的 Bank Term Funding Program 這件事是3月的時候 最新 叫做發明的 一個Funding 是要來援助 那些 貧林爆 不利潤 即是想保障 不要發生 你當是叫做救市金 我想跟大家說 聯署都拿了 這個BTFP 出來 就說 你們誰不夠錢 問我 問我 到今天 這個 被人取得的 金額 都仍是 越來越多 是沒有人還 難過也沒有說 需求少了 沒有的 你說 事實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說 這件事 足不足以 trigger 一個調整 沒有等候 但是 只可以反映 他們沒有好過 是不是 那個數字 就是 拿那個金額 不停上升 反映著 其實需要幫助 救命的人越來越多 真的有很多 因為他是經過一連串的審批 才真的給你 你真的有需要 他才會批給你 是 其實市面上 大家 去到那個margin位 的銀行 可能越來越多 其實是的 原因 不難解釋 剛才也都已經說 是 如果債息高 是煉爆了 那時候 的泡沫 現在債息 是更高 是 所以 要叫救命身手 拿救制的 金融公司 多了 是 好進來 是不是一定要等到 減息 才可以 緩解 這個情況 所以 為什麼 鮑威爾 上個禮拜 說他這麼說話 是這麼得人驚 原因 就在於 他重新 強硬地 告訴你 你不要做夢 就是這樣 因為 你們一直都是一廂情願 他都沒有 沒有太 去 承受你們 你們想得對的 其實我不出聲 我打算減 但是今天 他告訴你 我無意釋出 這樣的訊號的時候 我想你短期 你都不會看得到的 你們看錯了 這樣去看的話 其實 外圍方面 我們只踢爆 他真的做什麼都 很難 因為你始終 現在CPI 都還沒那麼低 加又不是 減又不是 其實你就這樣維持 他都 保持著慢慢升 如果你減的話 相信那個油價 一定不會 CPI一定是 差很遠 那個 升幅又差很遠 沒錯 所以 你通脹 不能不降 這個是 頭等大事 對他來說 其實 是啊 當你三點多的時候 你都說 未搞定 我們目標是二 你已經連續彈兩個月 雖然又不是說 立刻上回 七、八 那些情況 但是 連彈兩個月 而且油價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站定了 牛皮 黏的 即將的時候 你真心要防 所以 剛才你所說 他沒有什麼好做 對啦 所以我其實 猜他都是沒有什麼好做 我猜他 剛剛我猜他減 沒有什麼好做 就是站在那裏 所以那個高息 站在那裏 這個是 我都覺得 這個是大部分人的共識 不過當然 仍然有些人 去猜 減的多 反而沒有什麼人 去覺得要加的多 要不是 估停 要不是估減 但是 情況在於 這件事 持續地高息 而同時間 那個債息 不會站在那裏 債息在標 所以 這個是一個 小的 可能會出現問題的地方 標的 不單止是 債息 還有美匯 非常強勁 105.59 每一次做節目 他都 比我再高一點 的位 越講越高 美匯那麼強人 都 不方好 始終會有些失額 會不會 其實 變相我們 談了那麼多外圍的事 終究都是要 反映 在港股身上 壓制著港股的 市況 所以呢 我又覺得暫時是兩件事 兩件事 你說 美匯如有股災 港股獨善 其實我講你都不信 是不是 情況 但是 東升西港 說你都不信 經常都只是覺得 我們會跌 連別人最升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份 何況別人 如有大步跌 對 如果真是 又來一次海嘯的話 你怎會如期 是的 我不想 還有 再強調 我不是覺得美股要海嘯 只是想提醒大家的經濟風險 是的 當每一次看著美債知識強 美金強 我第一時間就會想一件事 人民幣需要不需要再穿 因為人民幣較早前 就曾經落到7.36多 然後央行出口 然後很多不同的政策 等等 曾經上到7.2588 然後現在 今時今刻有30 0 絕對左右到港股 是人民幣 不一定是美股 因為 過往的所謂 西升東降 其實已經證明了 美股和港股是 Decouple 但是 人民幣和港股 是還有 絕對是 所以 我會看著 現在我希望 人民幣是 站著7.3的水平 正如你剛才所說的 美匯 好像 說一次就高了一次 對呀 每次都 幸好 更加要觸碰 人仔 好像 暫時都 7.3的位置 變成 因為對應 債息高了 我們應該再穿 但是上次7.36多 現在7.30多 這樣 不是教大家樂觀 我想大家從不同的平台上 都已經聽過我講兩個水平 第一 就是7.16 7.26 站穩7.26 就回穩 站穩7.16 就回升 好了 那你就看看 現在站了多少個 零個 甚麼都未站到 所以現在的人仔 我不會形容它為回穩 又更加不會形容它為回升 只是一個 輕輕 不要黏底 輕輕不要 天天穿底 但是它仍需努力 正如港股 萬八這些水平 它黏實黏實 其實都幾麻煩 一定就是說 在於 人仔仍是 欠感一些 遊戲 未曾有一個 像樣的回運 所以 恆生指數 你說今天如何去看 恆子的跌浪 是非常明顯 為甚麼明顯 因為軍線從來都是空頭排列 空頭排列 再說都是什麼 由下邊數上來 10 20 50 100 2005向下邊煞 這個怎麼會不是跌浪 不過中間 偶爾都會有一些 反彈的浪 所以我自己看法 8月 後半個月 差不多10天裏面 都幾乎盡量 日日升 那些都是跌浪反彈 今天好像牛皮皮 上個星期五好像那麼強橫 又是跌浪反彈 現水瓶說給大家聽我的關注點就是下方 前底 17,600 附近 不要再穿 多了上個星期五的大成交 大洋速 確實是會有少少儲光 見到少少 下方不要再穿176 上方我認為最少要站 183 甚至乎188 為甚麼是188 如果你覺得現在這個是W型雙底的話 項線在哪裏 就是9月第一個交易天的頂部 一個W型中間的項線 那裏就是18844 所以 我初步 當是一個1300的 小區站 下方 希望不要穿 175 176 上方 希望站到18800 好 麻煩提提各位觀眾 我們有甚麼問題 問淡神的話 記得要去我們的直播 留言區那裏留言 稍後我會幫大家問問Steven 我們轉看看港股的情況 好 剛才說到外圍的科網股都一般 港股呢 哪些科網股有沒有運行呢 我們看到 即是騰訊 或者是 這一類的 新經濟股 和大市的佔比 都比較多 即是大籃籌 市那麼弱 雖然上個星期五 叫了一支大陽足星 升上來 但大家都預料 今天都繼續 穿花18000 新經濟股方面 接下來九月十月份 怎麼看呢 其實 如果由上個 節目 我上來的 8月初 到現在 已經有 少少 減弱的跡象 在 你說少少 穿底 很多東西都 還說少少 說說科子 科子從來都是一個 強過恒子的指數 對 恒子 怎麼怎麼怎麼穿底 科子 真的完全 有 觸摸 未需要去到什麼 年代日的低位 是 2023年 但是你都看到 哎 好在上個星期五 枝陽作 恰到好處 Just in time 在一個 八月份的低位 凍上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用穿呢 如果穿 他就 都破壞了少少 他有個減弱的跡象 他軍線開始 有點死亡交叉 他絕對好過恒子 但是他都有轉弱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說 都有少少轉弱的情況 為什麼呢 騰訊我沒有讚過的 我很肯定 7月8月上來的時候 我都說 他是從來沒有高過 6月份高位 所以他是一隻 差的 AGM 美團也是 第二差 因為他都是橫多個星 阿里是 不算窄 因為他曾幾何時 上到100元 是高過6月份的位 大家看到 但是因為張勇 突然請辭 可能大家發 阿里雲分拆 這些夢 就發小了 是 所以就落後 落後 然後就慢慢 緩步下跌 塞一塞 8月份低位 現在都是在玩 可能都真的 撞不起來 變成ATM 說來說去 J的不用說 J的天天都被人 他在創 香港上市以來的低位 是不是 所以ATM JX 是好的 我說他的圖 總好過 你想 我不是特別 購買他的 Fundamental 我不覺得他售機會好好賣 因為蘋果都一般 我又不覺得他的車會好好賣 因為為少你都滾下來了 但是他的頭肩底 在5、6月、7月出現了 接著一條項線 搬過去 在這陣子 你會見到 8月到9月 是11個半 這些項線 真的是完全幫你站 他有他有好 ATM、XJ 亦時不說 因為他好 但是其他各有各衰 京東最衰 跟手到騰訊 美團 阿里本身都叫做環海二 幫幫手 但是似乎他都裂口下來了 全部 That's why 科子是炸了的 所以現水平 我仍然會提示大家 整體市況是跌浪反彈 亞冠在上星期五 亞冠在8月後半個月 全部通通列 視之為跌浪反彈 跌浪反彈 你這麼 那麼仔細去推分跌浪反彈 和上星做甚麼 有甚麼用 有用 上星你可以給多些註碼 給多些把握性去做 但是跌浪反彈 真心是 是讓人鬆綁 減持 就不是說 讓人去 打大力 所以情況在於 所以經常提醒大家 指示跌浪反彈 是有原因 是想管理好 大家不要覺得自己在抄襪 不要賣好多好多東西 某些東西坐一艇 難到差不多 記得找 所以 屠生門 和入市的黃金 只是一線之差 千萬不要 那條屠生門 開條縫 你就以為是 黃金發達大盜 就不行了 那就閉加火了 後果 非常兩極 沒錯 Steven 提提大家 現在很大機會 只是一個跌浪 反彈 例如上星期五 那枝大洋竹 今天都 還給他 我是歡迎的 我是歡迎多些洋竹 當然 我亦都要澄清 我是沒有做淡港股 我坦白說 我期望 時時刻都牛市 因為我們做證券 但問題在於 我都不會盲目地跟你說 哎呀 昨天上個星期五 這枝洋竹 真是厲害 市場不見底 我不會 明白 要升多一點 幾棍這些洋竹 才遲讓一點 一棍是不夠的 好 那我見有觀眾都想問一問 美團 有沒有 上網 130個 哇 他都是一個很典型的 多頭軍線 是 在上方 是啊 是啊 簡單說 就變了 空頭了 弱勢了 這樣的情況 嗯 當然啦 你就算真是 給你點點點 所謂的上網 你記住你正在等的是跌狼反彈 嗯 他有他的頑固 因為他一早脫了8月份低 他現在正在試的是7月份低 再向下就要下望6月份低 109這些水平 是啊 所以呢 亦都要這樣說 上個星期五的一枝竹 讓你多一點點儲光 是的 真的 老實說 我們都不會完全 漠視一枝 500 點過外的洋竹 和過千億成交 因為你知道 現在要過千 其實真的很難 已經叫大成交 半天只有400 你整天過千已經是 就是拍手掌 問題在於 不用意見底 亦都當你在上方 8月份一個M字的時候 中間的頸 其實是127左右 所以現在比你彈盡 因何原因 因人民幣好 因企業原因好 因為香港 港交所出招救市好 怎麽都好 127 我只能夠首先給你上網127 這個是跌浪的反彈 所以不需要去做很多的部署 所以我告訴你 127不是給你用來 讓我加碼 扣貨 拉低成本 去碰127 因為他說127 不是 是給你 如有127的時候 就認真去考慮 是不是送人 嗯 好啊 麻煩你 都回答了觀眾的問題 我見有觀眾問有沒有中秋股派 哈哈哈 大家集團 派個燈籠股給你 當然不好 但是我見其他 還有觀眾想 在市況之下 買收息股 希望 就是 穩穩陣陣 但現在的收息股都不方 不是每隻都很穩陣 以前大家買823 希望廣廣陣陣 結果都是 現在正正想說 副了夫人又接兵 沒錯 那有沒有什麼收息股 是真的推薦 是不是 我見回控 今天有回舊 那觀眾就是想問8號 或者6823 還是我們選一些 強勢股 941 那些比較好 941 以及一眾電訊 其實是 我仍然相信的 防守性高 儘管不提中特股 這三個字也好 那它的息率維持 以及 以我經常提及 有大買大的原則 那你三選一 你選了中二棟 不失禮 是不是 那你說 譬如 其他 8號 6823 等等那些 首先我要提醒你一句 不是姦茅 修息要組織一個組合 你不要打算一注 讀8號 就打算修息 因為 每一隻股份 你都無法去保證 如果你幾年前 你去一注讀 領展的話 那你就真是 中招了 這樣 所以呢 你就算覺得 公用股 穩陣 怎樣都好 麻煩 三至五隻 為一個組合 就算是公用股 都好 其他可以選擇的 就有四日 可以選擇的 內人公中見 即我仍然會相信 這些雖然 是的 最近因為內房的問題 會令到他們都很波動 擔心壞賬 擔心撇賬 等等 但是 亦都 用我去提出一個觀點 我想大家看一下 譬如 1288龍行 或者1398東行 就現在這個 現在的情況就是在於 你會見到 似乎這隻龍行 走出了什麼勢頭 7月初一個底 8月中一個底 W形 頸線 2.8號幾 現在多少 企左頸線 那你說代表什麼 圖多漂亮 對 當你每一天都 剛才我們開節目 才說恆大又放棄了 它的重組計劃 沒錯 我要給大家看恆大圖 因為都 近來今天 要看表演 跳水項目 是的 但是沒什麼事 我們都先回去 哪一隻 我剛才 1288 1288 是的 因為恆大 你開圖 看不到 跳水表 因為它貼著 池底 你看不到 其實是池底 還有一個底 是的 要較大一點 所以你不會 看到大陰燭 因為它已經完全 微小了 你看完 沒有的 幫你日日 仍然在 左右緊 恆大又談不妥 上個星期 碑桂園又談不妥 有時好 有時壞 有時又說中央放寬 什麼線 什麼線 然後怎樣 你會覺得很糾結 其實內行幾時見底 當然我會告訴你 如果你只聽消息 黑暗 基本因素 應該還挺麻煩 因為你日日都還在說 這間又爆 那間又停牌 問題在於 我不是說百分之百 不過你知道我是一個 經常講技術分析 講圖的人 你看看這幅圖 這幅圖有兩個見底啟示 第一 W型頸線站到 第二 它的軍線 你有沒有見到 10天20天線 上穿50 上穿100 你說騙人 騙人 騙幾十個交易 天才會騙到 這兩重黃金交叉回來 是啊 是啊 那館 剛才全部兇頭那些 什麼 美團 美團我告訴你 它單日升20個百分 它都不會騙到這兩個黃金交叉回來 因為黃金交叉 你要知道是 取一個平均 還要是20日平均 50日平均 100日平均 所以 從雙底頸線 從黃金交叉 我都 七八成 告訴你 農行見底 工行都是一樣 它的息口都OK的 是啊 所以當你剛才問我8號623 我會告訴你 3至5隻形成一個收息組合 中間裏 可以開始 想想農行 或者工行 你說 建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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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現在還沒得到 我沒有說否定 因為正路他們是同步的 如果這件事解決 他們是一起升的 不過一定有先有後 但我現在都會告訴你 七八成可能性 工行和農行 其實已經走出了 肩底的走勢 如果你們經常都會覺得 我很想吵 我很想收拾 是時候 你記住 一直跌落的時候 我沒有跟你說過做這件事 但因為今天 我就會覺得 你是應該可以做第一柱這件事 如果我一直跌 每跌幾毫都說這句說話的時候 今天我又說你可以當我廢的 但是我一直跌一直沒有說過 直到今天才說 你就要 去 客觀正視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個difference 是的話你相信你就做 好啊 給了一些提示大家 看著 接下來中秋節 可能就看著這一堆的股份 穩陣營 穩陣營 還有 剛才所說的電訊那些 其實幅圖 不漂亮的 941會好一點 623那些 623那些 幅圖這樣 其實這樣說 你要明白它underlying 就是香港經濟 你覺得煤氣很好 你覺得中電很好 當然他們各有各的稅 煤氣 它減紅股 中電它發去刑警 影響派適能力 各有各的稅 但它underlying 都是香港經濟 香港經濟 現在是不是真的很好 你自己心照 問題就是在於 所以 That's why 你看到本地地產 是怎樣 你看到 這些所謂的電訊股 是怎樣 我就只想提醒你 如果你純本地 所謂的公用 都是這幅圖 所以變了 我不是說完全的 彈台 它有它的穩陣性 絕對穩陣 你有些人會覺得 拿油股都可以收息 我不是說他們不好 阿貓想問你油股 你最好博他們價 就算了 有些股是值得你去博價 有些股是值得你去博息 你就不要將一隻 波極其波動的油股 我猜你們說去博息 有沒有哪隻可以財息 兼收 我比較貪心 剛才所說的那些 內銀其實都ok 那價 有機 有機 有機會財息兼收 你如果不嫌它的財 是 升得慢的話 又這麼說 這個是它的特性 來的 你不要預算它 好像科技股 不虧價已經很好 你現在還想它 升得快 哎呀 上個星期五 為什麼那些科技股 升五至七個百分點 為什麼我的龍行 你升得那麼厲害 那一 喂 人家是內銀來的嘛 你猜它真的是踢東西嗎 所以問題就在於 你有這樣的預期 有這樣的心態 你就去做 你不求它升得快 但是現在這些價 你要有升有息 財息兼收 我覺得不難 今天表現得比較好的 都有一些新科股 還有一些藥股 最好的藍籌 就是藥名生物 升近差不多2% 我見有觀眾 就想問一下 信達生物1801 還有另一隻 讓我看看 就是9995 它就有些想入 這些 股份 這兩隻 什麼位置可以入呢 第一 Tech 和BioTech 都有少少 比市咒 的時候 才做 因為這些都是 sentiment driven 是 情緒 驅動 有情緒 有成交 有賣盤 沒有情緒 就沒有成交 沒有賣盤 如果兩者 選擇其一 先 我就覺得 都可以 望多兩眼 一百零一百零一順大的 較早前 配股 市場看得不差 立一立之後 已經 繼續升幾日 給你 賺特 今天的陽足 甚至乎 你見到 走勢上 它貼著 去幫你 突破七月底的前頂 上個星期 衝一陣 休息一休息 今天 大陽足再衝 成交 不知道 現在開始 我覺得 我覺得 再衝的機會 其實大家 在這段日子裡頭 你想一下 它有一個空頭 線全部向下殺 去到交前 去到八月底開始 十二十衝穿 五十衝穿一百 那就已經見底了 形狀就W形 站穩頂線 均線就由空頭 變橫 變多頭 所以這些 其實都挺好做的 當然 它也都有 新弱的消息 所以我覺得 操作方法 就是 氣溫七月底的前頂位 大概 37.6 附近 然後 起碼看到 43 樓上 好 另外想看 車股 今天 只有1211 有得升 升到 剛剛好 升不夠1% 但如果你看 其他 2015 都要跌3% 但未來小鵬 都是要跌的 未來跌超過3% 還有 九 小鵬 小鵬 說了沒有 就是靠穩 是的 那些汽車股怎麼看呢 最近炒作的氣氛 已經沒有那麼遲 是 我想 總共說一件事 給大家聽 就是 逐隻就不看了 因為我會定義它們為通通立了 原因很簡單 我覺得產銷不是接下來幾個月要最重點 因為 某些產銷永遠好 是 你想比亞迪 某些產銷永遠差 另外幾隻 無利率 無利率更加不好拿出來獻炒 那些負無利率 真的沒有說 情況就在於 接下來我會比較重視歐盟想做什麼 關歐盟什麼事呢 你看到歐盟已經開始說 你們的電池 怎樣怎樣 你不要想在我們的市場 做巴士佔壟斷 那些 因為現在大家明白 國內幾好的電能車的市場 大家明白的 但是 一個企業要growth的話 你不能夠只在國內 如果你看到 誰又走出去 上次 兩個星期前 沒有來黑車展 被阿迪的booth 帶到瘋了 其實人家會記的 尤其是美國人 歐洲一向跟他的 你帶點電池進來 又帶點電能車進來 然後 就真的通通鬥贏了 歐美那些 其實保護主義 從特朗普那時 到拜登那時 其實一模一樣 人質都是 你聰明還是聰明 你不要搞到我 你在威脅我 尤其是歐洲 說真的 德國賺什麼錢 他的GDP 都是出車 你現在嚴重威脅我 大哥 歐元虛心想 我已經在 你還要搞到我的車 賣不出 你想我怎樣 所以歐盟會出這些招 但是你愛國那邊 不是有稅的水收 都很高 是啊 所以現在他肯定 他其實查你的電池 說你 傾銷之類 原因很簡單 交保護費 我沒權不讓你進來 其實說真的 這個社會所趨 多少億 這樣 你就要明白 這個是 國策的問題 你很想走出去 人家一定要保護 你接下來你會迎來很多製造 當你經常說走出去 走出去的時候 所以我會覺得 歐盟一次又一次的 所謂的調查 這些東西 不會停 會繼續放大 如果拜登都感覺到 你是威脅了Tesla 那就更加 可能美國都有機 所以我沒有加 我不是要彈他 點點點 不過情況 未來那些 一下子裂口 下去 更加不用我彈 都知道他壞了 你譬如小鵬這些 他硬站著60 你又只能夠說 他是立座 你說他很壞 那我回答自己 他軍線有沒有死亡交叉 沒有 那你怎麽可以彈得他太緊要 但是問題 他會不會短線再升 我會記住我剛才說的那些因素 所以其實 無論比亞迪 惠小利等等 我覺得 短線是立的多 你要他真是很大跌 不容易 但已經不容易升 好 謝謝Steven的分析 今天都講得很詳細 我們講了外圍方面 橫幻雙購之下 怎麽樣影響着美股那邊 有個風險在這裏 大家要留意着 港股這一邊 都有個別的推介 板塊和股份 大家可以再review一下自己的portfolio 現在開始一個小時 跌224點 到17833點 臨完結節目之前 有個活動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 接下來10月7日 有瘟氏兄弟和新頻道合作的 第一個投資研討會 告別加息大時代瘟氏兄弟 獨門回新攻略 到時候 除了會教大家 告別定期 嚴選十大潛力優質股之外 還會過幾招 給大家去判斷政策方向 快點檢測畫面上的 QI Code 報名 和了解詳情 有什麼查詢可以 WhatsApp 65566326 謝謝 再一次 謝謝Steven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